台北市市林區日前有婦人在巷口和陌生人擦肩而過 就被指控撞掉了手機 要求要賠償一千五百元維修費 雙方張持不下 鬧上警局 最後是支付六百元 才息事寧人 一名婦人拿著紅色袋子 繞過機車走進旗樓 準備牽車離開 但下一秒後方的黑衣男子 突然大聲叫住他 一開口就說你弄掉了 我的手機 夫人聽得滿頭問號直呼根本就沒撞到 懷疑對方故意碰瓷 想要敲詐 氣得立刻報警 警方貨報到場充當核四老 要他們冷靜冷靜 同步調閱監視器要釐清責任 但雙方活氣都很大 你一言我異語吵得不可開交 場面一度非常混亂 通常我們都會回頭跟人家說對不起啊 抱歉之類的 我就感覺到我那天沒有撞到人 事情發生在1月27號 台北市市林區德行東路 當時黃信男子控訴婦人 把自己的手機弄掉後 隨即就從外套口袋拿出第二支新手機 搜尋賠償價格 並且聲稱螢幕維修需要四千五百元 要求對方負擔一千五百元 但被拒絕 最終兩人就在路口當街吵了起來 附近民眾看得無煞煞 時候婦人為了息事寧人 支付黃信男子六百元和解金 雙方才離開 但在看一次監視器畫面 手機掉落瞬間 究竟有沒有撞到 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 記者從中據若瑋台北報導